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好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我们都知道家是爱的泉源 也是累了想要歇脚的最佳避风港 这一期的主人翁就带着家庭满满的祝福 出外闯荡 追求理想的生活 是的 不过当母亲患癌 家庭的生意没有人打理的时候 她却毅然放弃所追求的一切 回家陪伴母亲 并撑起家庭的生意 当一名顾嘉宾 欢迎来到我们的家 位于淡滨泥的这家餐厅 有15间卡拉OK包厢和一个大厅 这里是彭家母女经商和维系感情的地方 新加坡应该是没有人有一个餐厅卡拉OK的 会一边吃饭一边唱歌 然后我又很喜欢聚会的 所以这个地方是适合老人 小孩 然后年轻人都一起来聚会 有时候我觉得她是为了要我回来 回得回家 所以开一个那么适合我的地方 就因为她懂我喜欢唱歌 喜欢咖啡厅 就喜欢做甜点这类 她是想要拉我 运我回来 所以才开了这间店 彭淑敏毕业于新加坡管理大学生学院 她是这家餐厅的掌舵人 但是经营餐饮业并不是她最初的向往 其实我开始是在日本做义工 我是参加了一个叫Woofing的program 就是在农场工作 然后他们就帮我住宿跟吃饮食 去体验农场的生活 因为我一直在推广 我们要怎样不要丢弃食物 怎样珍惜食物 那里其中一个我在做义工的地方的老板 她很想请我 因为我有跟她分享一下我的想法 就我想开一个零废物的咖啡厅 所以她就跟我讲 我们的想法一样 就她问我要不要留下来 跟她一起闯那个事业 所以我就答应了 我就留下来在日本几年 一向喜欢挑战 崇尚自由的她 原以为会一直待在国外生活 不料妈妈患上乳癌 她不得不放下一切 回国陪伴母亲 并接受家族生意 报告一出来了 那一天我就决定回来了 我就立刻跟我老板说 我需要回家 因为我妈妈生病了 我那时候会安排时间 有时候会陪她去医院 这样也有时候是来店 但我妈妈也是很独立 她叫我负责管理店就好 我就听她的 所以我也是觉得很庆幸 我认为她在日本 一定是嫁给日本 她妹妹回来了 因为她已经在外面 这么多年了 回来就应该去帮忙妈妈 接手这个生意 我们这里其实很难管 因为我们不是一个 只是一个卡要可以讲 我们其实很多个部门 很多东西要管 我们的营业也很长 从11点 早上11点到凌晨一点 所以是蛮大的挑战 我们一定要出那个余生 很多客人问了 接管生意的前半年 对彭淑敏来说 是一段难熬的日子 她喜欢推陈初心 当旧想法和新创意撞击 母女俩就会出现 意见不合的时候 我们专门做饮食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 就是专注在那一步 就是人家来这里吃饭 然后唱歌 所以我把晚上的卡要可以的时间 改了 就延迟 让人家可以吃饭 聊天后才唱歌 而且灯光这些我也调亮一点 就比较家庭式的感觉 我就是全权给她还 我尽量在后面跟她讲一些 应该做还是不应该做的东西 但是我不会参与的 让她自己去发挥 错没问题 人毕竟会有错的 你错了 你就要知道你错在哪里 以后不要再犯这个错 我觉得她是个女强人 因为我从小看她做生意长大 然后我觉得很厉害 就她学习能力很强 所以听她的意见 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东西 听完了全部的意见 然后我们才可以做一个最好的决定 经过两年 彭书敏终于把餐厅 变成她想要的样子 可是艰难的日子还在后头 冠病疫情来袭 她的努力付诸东流 我以为刚接手的前六个月 是最辛苦的一段日子 可是不是 疫情那两年是我最难熬的日子 我就问她 你认为你可以度过吗 如果你认为这两年半 你能够度过 我支持你 你一定度过 因为你人的想法是这样 你认为你可以 你就是可以 过后我就开了新的牌子 就我们就尝试做甜点 因为我喜欢做甜点 我妈妈也喜欢 所以我们就好像是母亲节的时候 我们就想 不然我们做一个蛋糕 还有塔来试卖 就没有想到效果那么好 就我们塔很小 我就教他们做年饼 叫他们做中秋月饼 这些 所以给他们就是尽量度过 当然亏肯定亏 工人 因为我从来不喜欢 欠工人薪水的 其实疫情两年半也一样 花红造法 他很厉害的东西 就是管理钱 就我觉得在我们很困难的时候 这个是最重要的 他管得很好 幸好有他在 回国当顾嘉宾的这几年 彭淑敏不是没有想过 回归到以前自己 所向往的生活 那时候我想我要回家 照顾我妈妈 她治疗后可能好转了 可能再回去日本 可是最后我没有 就是带一带新加坡了 我有妈妈帮我了 拿这间店帮着我 很幸运的是 我其实蛮适合做餐饮事业的 因为我很喜欢服务 我很喜欢笑 我很喜欢看到客人很开心 我也会很开心 我以前没有时间照顾他的 因为我做生意 他是工人照顾 我没有时间 但是现在他回来这五年 我照顾他很好 每天煮给他吃 人生的旅程中 有幸和家人并肩作战 是幸福的 如果说彭淑敏是这家餐厅的船长 那么他母亲就是导航的地图 缺一不可 只要家人在一起 一切都没有问题 今天的诗诚恶约就播到这儿 欢迎浏览八世界新闻网 以及新闻深呼吸的 Facebook页面 收看网络视频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与您再会 再见